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以森林唱《天才与白痴》挺抢眼的 带了个假发 扮成像Sam这样唱歌 成功吸引到各位评判 而且评价也不错 我也是五灯 我自己觉得这五灯来说是值得的 撇除了 即是模仿Sam或者Sam的影子都好 只看他唱歌表演的话 是真的OK的 有气有力有拍子有音准 甚至中间数百栏或Rap 都是没脱必的 是值得五灯的 不过有评判都担心 会不会一曲走天涯呢 初赛的时候他也是唱《天才与白痴》 今次顺利晋级 希望下次有些新东西给大家看 非天涯唯一担心的就是 若果他会不会又是唱《许冠杰》 又是用Sam的彩音来唱 万一脱不了《许冠杰》的话 评判应该很快就会勾了他 另一位五灯选手 就是唱一首歌《一个故事》的杨炳德 吴仲恒说 很多人处理高音位都会炒车 他就是看他上不上去 然之后才给灯 而张佳添的形容 就是样子有点像校长之外 声都有三个人的影子 少少校长 少少顏折衡 又少少少肥 我自己觉得又不太好 甚至他的样子是否真的那么校长 我也有点保留 不过他唱是真的OK的 若果副歌方面的拍子再准一点 重音再分明一点的话 就更加好 而另一位吴凯阳 也是拿到五灯的 以原唱歌《命中注定的语》 知道他的追奸盘出事 看到也觉得痛 不过还可以表现得那么好 是真是厉害的 明中注定的语的确是容易入耳的 不是时下那些 即是扮高深那一款 而他也可以唱到当中的R&B 那种味 之余还可以带到更轻松的感觉出来 追奸盘 哇 首尾很长 希望他早有康复 好了 罗逸軒又怎样呢 岁月流程 思思闻闻靚声 而且还挺稳定的 最初有点担心 哇 入到冰箱了 还未够三灯 不会吧 幸好最后都有四灯 不过整个表现来说 不知道是否因为首歌 感觉的杀伤力好像不太大 即是听起来 就不像刀光剑影 很有杀气的格局 所以就令到整件事 就比较慢热一些 另一位 梁华星 黄金岁月 那把声真的好似 初期的陈奕迅 都挺RAW的陈奕迅 令到人马上回到那个年代 挺适合黄金岁月 这四个字 可惜中段开始 就有少少hold不到 不够稳定的 很多尾音断得很急 而且一些长音的时候 他好像有个习惯 就是把嘴巴收起来 变成声音不太出 这方面就等评讯再指导一下 陆冬城的望月 记得他是签过唱片公司 所以是有些期望 但最初觉得 咦 不是吧 这么快出去 给人的感觉好像到顶了 一会怎么唱下去 好在这一回合唱完才给分 若果好像初赛 看表现不对 或者听到差不多OK 就叮走那些的话 我真是担心 他一早被人叮走了 因为他真正的表现 在中段开始 越唱越放 越唱越投入 只是略嫌有一两粒音 比较用力了 觉得可以 不用去到那么尽 但中后段 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而且挺期待他下一次的表现 至于何家豪 今次参加中年好声音3 就是完成他8岁 已经离开的女女 希望带送给他的吉他 上台表演 可惜当晚自弹自唱 后来只有一灯被人淘汰了 不过整件事是感人的 还了一个深远 不过我仍然有点好奇 想听一下何家豪唱另一首歌会怎样呢 感觉后来未必适合他唱 选择另一首可能会好些 至于李创伟 选择到此为止 他也算是幕前人 有点失望 跟初选时候表现都一样 明明上次评判 给了个机会他叫他清唱 升高的Key 表现是OK的 不明白为何今次到此为止 又是跌倒下去的 真的要找人帮帮他 这方面指导一下 无论他跳舞也好 不跳舞也好 找个对自己的Key 这方面一天未解决的话 他都会卡住在这里 是有点浪费的 最后我想讲讲陈以萍 选择浮夸 不计他能不能唱到整首歌的意境 一开始的时候 声音真的不差 而且唱得不错 不过后面 真是炒车滚了下山 再弹过去对面 好在评判已经给了灯 如果不是的话 真是浪费了 希望下一次选歌 小心点 安全至上 好了 没记错的话 60个人就选出来 下一个回合开始 就是一对一 就是抽了一个人出来唱之后 就看看现场哪个举手 去跟他PK 60个减一半 即是去到30强 这个通常是玩多少集 会不会有时间玩的 喂喂喂喂 又讲TVB 有没有其他话要讲的? 有! 给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喔 Hello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啦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啦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啦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